這是2015年1月17日 這就是最近歐sir生日 歐sir生日中間 年紀大很多 歐sir已經是93歲了 90多 他當年任職在赤河的時候 都說做了39年 這裏有些是你師兄 我剛才說過阿萌不是這個 戴白眼鏡的那個 打糟糕的那個 但其實他也是好人來的 他說他叫我一定要說 他曾經救過我 是史實來的 因為我記得當年 我應該是投了位之後 什麼叫投位 你先解釋一下 投位是畢業 畢業 這個新城市 他提起我才醒來 我跟另一個同學在新城市場場 就被人點錯相 就被那班老什麼 被那班老什麼 點錯相 老什麼風什麼 就以為我們 新生契弟聯盟 就以為我們是另外一派的黑社會 另外一派的黑社會 但是其實不是的 他純粹就是那時候兩派人在吵 就以為我們是另外一派人 然後就吹了雞拖行馬下去 就打算砍我們 搶了工具 是搶了工具 我們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我打給阿萌 打給我師兄 然後他就說那件事給他聽 因為剛好他在那頭上班 那廚房裡整排都是那個字頭的人 他就馬上吹雞來救家 救忙 然後下來那些老叔父 說這些是自己人來的 沒什麼的 怎麼坐上去 這樣才驅散了那班 那不是就糟糕了 是啊 如果不是就糟糕了 我應該去不了加拿大 我應該做不了字幕了 馬上見過就不能見過 那其實你的赤行生活 哇 其實我開了一個棍子 其實開了一個棍子 其實還有很多 我看了哈利波特第一集 還有七集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我看了頭的紀念 是啊 還有我都還不清楚 你每天的生活的順序 是啊 每一天 起床 怎麼跑 學的東西 只是說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已經是很精彩的 是啊 其實我們在赤行 每個星期五天在裡面 那這五天的流程是做什麼的 我最有興趣是知道這個 是啊 你怎麼操啊 我們繼續繼續說嗎 還是多開一集說呢 我想要多開一集 一集 我們先假設 開一集是說五天 分時段 其實每四個小時一次 吃藥 應該不是 對 我想整個廣播劇都可以 真的 要想一想 我在赤行的日子 不是 但是因為堅秋 就這樣聽頭才那些 他基本上是有別於香港現時所有的學生 是啊 基本上 完全 你一般人 你不會想像得到裡面的生活是怎樣 因為一來寄宿 以來 本來他是一個墨幣 沒錯 一般的人 你都不會進去 去了解人是怎麼回事 還有我們一般 我們年輕的時候 甚至是華聰 你讀中學 你大概都會有個概念 文化中學 應該是讀書 對 怎麼是讀中學 你進去讀航海 是啊 你真的完全沒有概念 那個教育的體制是不同的 不是 他體能為先 現在最重要是醒目 不是 而且我們年輕的時候 為什麼會怕赤行仔 就是知道他們進去操得好 然後很抽就必然 大哥 我哪敢跟你抽過 大哥 我們當時是這樣的 就算好像我們 我們的中學時代 都可以多拍一套學校風雲 我告訴你 若然你有第一個 如果你那些都叫學校風雲 那我們那些是什麼 你們那些 你那些 他那些學校風雲 你那些是江湖大激鬥 不是就是 不是我們的聽眾的範圍很闊的 八誤應八下 你明白嗎 真是很危險 是不是 喂 你的學校生活 簡直是一道殺戮戰場 大哥 那些什麼大屠殺 是啊 什麼北野武 北野武 難在野武 如果真的說下去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我想我只是說 我們每一天的 每一天 日常生活的流程 都差不多是講一集 未必講一集 但起碼最少講一節 不是 你不應該在這個節目那裡講 你看 大開告早晨 完之前講的 你每天講都可以 你 為什麼呢 做Sedmon 做Sedmon 做Sedmon講都可以 星期一 不是 我有想過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要開一個節目 即是節目的名字 叫做赤行仔 不是 我覺得這些真的 是口傳歷史 是啊 即是開一個節目 真的要的 開一個節目叫赤行仔 然後就一直邀請我的師兄 那些sir 那些sir 一起分享一下 當年我們的點點滴滴 赤行仔俱樂部 哈哈哈哈 古惑仔俱樂部 之後做個赤行仔俱樂部 赤行仔俱樂部 這樣而已 赤行仔俱樂部 可以 那就量量它吧 是啊 我覺得真的需要 這些真的是 一個美意 尤其是你和師兄弟 還有保持很多戀愛 有啊 現在都很難得的 那你想想 八多人裡面才可以 那十幾個可以 不得了 是啊 其實不得了 是一個不簡單的事情 他們是保持著 那幾年一起捱 還有當年我抽籤 上第六加的時候 跟我一起上第六加 我沒記錯 有十三個 十三個跟我同字頭 W字頭 只有我一個可以不得了 W字頭只有我一個 全部是2015年1月17日 是啊 這個就是最近歐sir生日 歐sir生日中間 歐sir生日中間 年紀大了很多 歐sir已經是93歲 九十幾 那他當年任職在赤行的時候 都說做了39年 這裡有些是你師兄 到今次都不是九十幾歲 我剛才說過阿萌不是這個 戴白眼鏡 那個打糞的 但是其實他也是好人 他說他叫我一定要說 他曾經救過我 是史實 因為我記得當年 我應該是投了位之後 什麼叫投位 你先解釋一下 投位是畢業 畢業 畢業 他提起我才醒來 跟另一位同學 在新型時代上場 就被人點錯相 是的 就被那些老什麼 被那些老什麼 點錯相 沒有什麼 就以為我們 老生契弟聯盟 就以為我們是另一塊黑社會 另一塊黑社會 但是其實不是 他純粹就是那時候兩塊人在吵 就以為我們是另一塊人 然後就吹了雞拖行馬下去 就打算扔我們 是搶了工具 是搶了工具 喂 我們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我就打給阿孟 打給我師兄 接著他問 就說那件事給他聽 剛好 因為他在那頭上班 那個廚房 他廚房裡面 就整排都是那個字頭的人 是的 那他就馬上吹雞來 救救我 那次下來 接著下來 那些老叔父 這樣說 這些是自己人 沒事的 即是怎樣坐上去 這樣才驅散了那班 那不是就糟糕了 是的 如果不是糟糕了 我應該去不了加拿大 我應該做不了節目 馬上見過就見過 那其實你的赤行生活 哇 其實我開了我的棍子 其實開了我的頭 其實還有很多 很尷尬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很尷尬 看了頭的紀念 是的 還有我還不清楚 你每天的生活的順序 是的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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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 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已經是很精彩的 是的 即是我們每一天 其實我們在赤行 每個星期五天在裡面 那這五天 每一天的流程 是做什麼 我最有興趣是知道這個 是的 你怎麼操 我們繼續說 我們繼續說嗎 還是多開一集說 我想 我們要多開一集 一集 我們先假設 開過一集是說 他那五天 分時段 其實每四個小時一次 吃藥 應該不是 我想整個廣播劇都可以 要想一想 我在赤行的日子 不是 但現在是堅抽 就這樣聽頭才那些 他基本上是有別於香港 現時所有的學生 是的 基本上 完全 你一般人 你不會想像得到 裡面的生活是怎樣 因為一來寄宿 以來 即是本來它又是一個墨幣 沒錯 一般的人 你都不會進去 了解人家是怎麼回事 還有 我們一般 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甚至乎阿聰 你讀中學 你大概都會有個概念 文化中學 應該是讀書 應該是讀中學 你進去讀航海 是啊 你真的完全沒有概念 那個教育的體制是不同的 不是 他體能為先 現在要 最重要是醒目 不是 而且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為什麼會怕赤韓仔 就是知道他們進去操得很難 然後 好抽就必然 大哥 我哪敢跟你抽過 大哥 我們當時是這樣的 就算好像我們 我們的中學時代 都可以拍多一套學校風雲 我告訴你 若然你有第一個 如果你那些都叫學校風雲 那我們那些是甚麼 你們那些 你那些 他那些是學校風雲 你那些是江湖大激鬥 不是 我們的聽眾的範圍很闊 八誤應八下 你明白嗎 很危險 是不是 喂 你的學校生活 簡直在殺戮戰場 大哥 那裡有甚麼大屠殺 什麼北野武 難在野 如果真的說下去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我想我只是說 我們每一天的 日常生活的流程 都差不多是講一集 未必講一集 但最少講一節 你不應該在這個節目那裡說 你看大開告早晨 預言之前說 你每天都可以 為甚麼 為甚麼呢 做石文 做石文 做石文講都可以 星期一 不是 我有想過其實 我是不是應該要開一個節目 即是節目名叫做赤行仔 不是 我覺得這些真是口傳歷史 是啊 即是開一個節目 開一個節目叫赤行仔 然後就一直邀請我的師兄 那些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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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分享一下 當年我們的點點滴滴 赤行仔俱樂譜 哈哈 哈哈哈哈 是鼓滑仔 鼓滑仔俱樂部 之後做一個赤行仔俱樂部 赤行仔俱樂部 這樣而已 是嗎 赤行仔俱樂部 那就量它吧 是啊 我覺得真的是需要 這些真的是 一個不利益 尤其是你跟師兄弟 還有保持很多戀愛 有啊 現在都很難得 那你想想 八多人才能 那十幾個可以不得了 是啊 其實不得了是一個 千除辦理 他們是保持著那幾年一起捱 還有當年我抽籤上第六加的時候 和我一起上第六加 我沒記錯 應該有十三個 十三個和我同字頭 W字頭 只有我一個可以不得了 哇